嗨 您現在收聽的是JUST TALK 嗨 我是Lucy 那呢今天我們要跟來賓聊的一個題目呢 其實是還蠻隨處可見的一個現象 好 旁邊這個聲音呢 讓我來介紹一下我的搭檔 豆腐 嗨 大家好 我是豆腐 好 那今天要來跟大家講到的是一個 就算是蠻常見的事情啊 對 你跟你父母應該有這方面的問題吧 也不能說問題 是現象嗎 應該這樣講喔 雖然我們之間會有 剛剛是說代購對不對 可是呢 我覺得有時候是 他們會想拼命模仿我 什麼意思 就是 我 譬如說討拍 你知道討拍是什麼 我知道我知道 對 討拍這個東西 可是在長輩之間沒有這樣說法 喔 沒有啊 他們應該不懂吧 對 他們不知道什麼意思啊 對 可是我媽後來就超愛用 她說她想要討拍 不是 她就常常跟別人就這樣講啊 然後說她 譬如說誰誰誰誰遇到什麼事啊 然後她就說喔 那個人在討拍啦 好厲害喔 她就這樣講欸 這個算是我們年輕一代的一個語言文化吧 對啊 對啊 我覺得她模仿的來蠻有趣的 對 然後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來討論一下代購的現象 那代購的英文 代購因為其實是從英文直接翻過來的 蛤 是喔 對 她的英文是那個Generation Gap 會不會大家會不會以為在聽ICRT OK 不是 是Just Talk Just Talk 對 那為什麼是從 喔 她就直接是代購嗎 對 她 她是從 這個字是 這個現象是從Generation Gap 就是直接翻過來的一個意思這樣子 對 那這個代購呢 就是指兩代人之間呢 因為可能價值觀念啦 心理狀態啦 生活習慣的不同 而產生出的差異這樣 也算是時間差對不對 對 真的 沒錯 但是我覺得這 有時候不限於年齡之間欸 真的 欸 你這樣講就對了 你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 我常常在代購的 你知道是誰嗎 你常在代購的 我常常發生代購的狀況 你朋友 不是 是跟同事 同事 我超容易跟同事代購欸 對 但同事的年紀跟你差個多少 也沒有多少啊 大概也才 10歲嗎 也沒有到10歲欸 真的 差不多對不對 差不多就9至10那個方向 而且我發現就是 如果以10歲的這個差距來講 年紀越輕的反而代購越大 你懂我意思嗎 就比如說你看10歲跟20 10歲是多少 4年級 什麼多少 4年級 4年級 然後20歲是在大學 我覺得他們兩個根本玩不起來欸 沒辦法講話喔 對 但是你看如果好 我跳到比較年長一點的 你想想看如果40跟50 我覺得其實沒有差很多欸 對 反而是 好像就是一個長輩的感覺 對 但是他們兩個我覺得還蠻 就是任何方面都還蠻可以搭的起來 真的欸 對 如果是40 50 40跟50都還OK 但10歲跟20歲很難玩的起來啊 因為整個 一個小孩跟一個 整個心智上面的差別吧 對 對 因為10歲可能沒有這麼多的 吸收這麼多東西去 對 有辦法跟你聊到什麼東西 對 就是一些幼稚的東西 海綿爸爸什麼之類的啊 欸可是 是海綿寶寶嗎 可是你不要這樣講 海綿寶寶二十幾歲也可以聊 對 超多人愛的 住在深海的大鳳梨梨 好恐怖 很神奇 對 但是我覺得在家庭方面 其實代溝我覺得還應該還蠻多 青少年跟父母之間比較深 就是 那這樣月欣你很長囉 我沒有 我不算青少年啊 不已經 對啊 已經大了 沒有 你和家人有代溝嗎 還沒有 不算有 基本上我不把那種東西視為代溝 就是可能只是頂多是父母的 唷叨吧 唷叨 不能說唷叨 就是父母的一些關心 然後 對 這個是還好 這樣講很好啊 教育了我們 要什麼方式來跟父母相處 真的 就覺得應該不是 我覺得我跟他們之間不算有什麼代溝啦 那很好啊 那我們今天主題在講什麼 就不用講 對 可是大部分的情況不一樣啊 只是我的情況是還好 那你跟你家人有嗎 就也還好啊 因為我其實是覺得啦 就我剛剛講的 因為他們會拼命學我說話 討拍 對 討拍啊 討拍啊 好厲害啊 對 所以我發現是他們在讓著我欸 所以代表說他們 他們拼命在了解我 反而是父母 對 反而是父母在做一個接納的動作 就是接納你的文化 我覺得這樣還蠻有愛的 對對對 然後我就想到譬如說在家庭裡面 應該大部分是就是那種國高中生 會比較跟父母之間的代溝是比較大 因為那時候他們可能剛剛 接觸 對 剛剛接觸一些比較新奇的事物 然後覺得還沒有那麼成熟 然後覺得可能做一些反抗父母的事情 會覺得自己很帥 或是很酷 啊我同學都這樣啊 對啊 你是有在最近 你有看到這樣的例子是不是 我是覺得 對啊 因為在路上可能有時候看到一些 就國高中生 然後他們跟父母親相處的情況 就那些不可愛的小可愛 對 就覺得 就是欸你這樣子 對 可是因為可能是年紀啦 等他們大一點 他們可能會消除那種 叛逆 對 或者是跟父母之間的不理解 他們覺得我們代溝很深 就是很大條 他們代溝很大條這樣 真的 對啊 欸其實我剛剛講到 講到說跟同事代溝啊 我覺得我們的問題是在於 就是對話上面有時候不太理解 他不懂你的笑點還是說他不懂你講的東西 欸 應該說都有 對 呃像是上一次我就是 因為你知道嗎 現在大家都很重視空氣 空氣品質 對 空氣品質 然後呃那天空氣 因為我是南部人 對 空氣就很差 最近真的很驕傲 紙爆 很麻煩 我每天都在看空氣 就是看那個指標在 在 哭臉嗎 對 嗯 就是看那個指標 然後來適應自己的呼吸的用力程度 對 對啊然後 我家裡又沒有那種什麼空氣清淨機 我家沒有 嗯 對所以就常常常常常覺得呃很不舒服啦在南部 嗯 然後啊我有一天去上班啊走進去呼了呃吸了一大口氣 哇我才發現公司的空氣這麼好欸 So fresh 對啊 又是ICRT 哈哈 那我不是 Just talk Yes just talk 然後我就我就很高興啊 然後因為呃我是做餐飲的嘛 對 對然後就衝去廚房喔跟我們的師傅 很開心的跟師傅講說 欸師傅 我覺得 我們公司的空氣比外面還要好欸 害我好喜歡來上班喔 然後他就 他就很冷的回答我說 所以咧 會不會他以為你在跟他告白 因為那個空間只有你跟他 然後你突然說 哇這空氣好清新喔 好喜歡來上班喔 他應該嚇到 就我不知道 是三十幾歲的人不會想那麼多啊 才是他只是單純的沒有在關注空氣品質 對有可能 對啊所以 嗯 對就覺得 那個時候當下超難過的 就覺得 你幹嘛難過啊 人家 人家不懂看你屁事啊 不是啊就覺得 喔天啊 這世界上沒有人理解 太好笑了吧 對所以我那天在做菜都是 都是鹹的 口味都做鹹的 你是落淚嗎 對 還是怎樣 對啊 淚流進去 就是那個 少林足球啊 好煩喔 所以你跟你父母之間也沒什麼代購 就還好 可是年紀到了你知道嗎 你的年紀到了 所以就是年紀快跟他們 跟他們有點近了 你哪有 又不是 追不上 對啊 因為你們永遠的 永遠都是隔的那個年齡差 但是我覺得沒代購是好事啊 就是比較像朋友這樣 而且我覺得通常都是可能跟對方的價值觀比較不一樣 就是可能你 對 譬如說你做一些 譬如說你去唱KTV 是 然後父母親就會覺得 你很浪費捏 唱歌啊 就是很浪費錢 他們不理解 對或者是其他的 可是如果講生活方式不同 應該有點 有點 有點 也不算 對不算 因為年輕人本來就是有年輕人的生活方式 其實他們還蠻能理解這方面的東西 對啦 就我父母算是蠻開明的啦 對 而且反而是我比較奇怪一點 怎麼了 因為就是 變成他們的父母 不是不是 這樣太詭異了 很恐怖 這樣很老城你知道嗎 很老 沒有就是我父母會看到那個 電視上在播那個 那個叫什麼 演唱會啊什麼的 對對對 他就會很好奇的問我說 欸那個你們會不會去演唱會啊 就年輕人這樣熱鬧很好啊 會不會這樣講喔 欸那很不錯欸 然後我就會說 蛤誰要去演唱會啊那麼貴 而且人擠人 對人擠人 你就是這種老人的想法 難怪會這樣嗎 因為我在網路上是有看到 他譬如說就是 因為可能你跟父母之間的各種 因為你們接觸的東西跟人其實都不一樣 那所以思考模式也會不同 那你如果想要拉近你跟父母之間的距離 其實是子女的責任 但是我覺得當然這個是一個說法 就是因為畢竟子女是比較都會接受新的東西 那當然不是說父母就不接受 但是有那個責任去把父母拉過來 那當然也希望他們可以接受啊 那這樣子我算是很不專業的子女欸 也不會就是校面可以演唱好的 這麼久的 也不會啦 就是但我覺得你父母還蠻能接納這些東西欸 我父母還算不錯啦 對啊完全沒有什麼代溝可言 所以反而是我的同事們 是怎樣十幾歲就已經 還是就單純討厭你 沒有講成這樣 就不想跟你聊啊 沒有講成這樣 根本不是代溝的問題 好慘喔 不會啦 而且我說真的有時候代溝跟那個叫什麼 聽錯啊 因為我有時候我不知道為什麼 自己聲音的問題還是 就耳朵有一點 我自己覺得有一點重聽 重聽 會不會是什麼 聽音樂的關係 都戴耳機 搞不好是我聲音太厚了 自己把自己弄重聽 沒有啦 自己把自己搞慘 有點虐 好恐怖 然後我就 因為那個店長就跟我說 欸今天要擠盤 今天要擠牌 他是講擠牌 什麼意思擠牌 菜 就是一盤 就是一盤一盤菜或一排一排 一排就是比較多的 對對對排跟盤 對排跟盤 然後那時候我就 就聽了聽錯 然後我還再問一次喔 我就說 我說店長是三盤嗎 嗯 你就跟他確認 對 然後他說 喔不是是三排喔 他說三排 然後我就說 喔好 然後我就做完三盤了 三排耶 三盤 他說三排 對 可是我做三盤 好OK 對 然後他就問我說 欸你怎麼做那麼多啊 然後我就說 不是三盤嗎 三盤 三排 有點亂對不對 對我搞亂了 反正就你們兩個理解的不對了 對就盤是 盤是比較 短啊 盤是比較 沒有盤 可能我剛剛講錯 盤是比較多的 對因為那個我們是裝東西進去 然後一盤一盤就是比較多 反正就記得盤比較多 好盤 排是比較少的 好盤多排少 我覺得大家聽不懂在講什麼 好總之就是盤多排少 對對對 然後很好笑 我就做了比較多 對 結果就害那天蛇草了 就是剩很多 對就就害我們很忙 害我們廚房很忙 因為我把那個 我把那個做太多 對啊 浪費食物你 應該說浪費時間 喔喔 哈哈 不是說浪費食物 不是不是 沒有因為做多是好的 因為我們是開早班 所以做多沒有關係 可是 可是做少的話就比較糟糕 可是做多的話 我時間後面要做種類 會拉不上來 了解 然後結果廚房就笑成一團 天啊 廚房就說那個店長講話口齒不流利 什麼說的 哇 店長 尷尬 我就自己覺得很丟臉 因為應該是我聽錯 對啦 我覺得 因為他兩個音真的太接近了 而且這個就不能怪到代溝身上 這樣不能怪代溝 我覺得不是代溝 就是他講話不清楚啊 是這樣吧 你看我理解又有問題 對然後一個又聽錯一個講錯 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這個代溝的問題呢 我覺得因為時代一直在進步 然後一直怎麼講 就是一直各種年齡層的人都一直會有 然後大家也不用說急著說 去消化他 對要去理解 因為代溝是一定會存在 所以代溝的存在其實反而容易被理解 因為他是一定有的 喔 對那大家 這樣講的真的 滿有他的道理 對真的有道理 那我覺得大家就輕鬆的看 然後可以好好的接納 不同的聲音不同意見這樣子 好 然後呢 我們接下來 還有更多新奇好玩的主題 可以跟大家繼續聊一聊 對就在我們Just Talk 沒錯焦土客 我是Lucy 我是豆腐 OK 掰掰 掰掰